來 我接下來請教一下法務部 我先請高檢署檢察長 我請教一下齁 邱泰山前法務部部長 在你任檢察長的期間 有沒有找過你 問過你對於參審陪審的意見 這個在我們部內的這個會議 他這個找過了主管來研究過 來什麼時候在部內的會議 什麼叫部內的會議 是他當法務部部長還是國安諮詢委員 這個在部長的任內 對啊我現在問的是他當國安諮詢委員以後 有沒有找過你問你對於參審陪審的意見 這因為我跟他的接觸不多齁 有還是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對啊那很奇怪啊 邱泰山在你們調查報告裡面 說他是以國安支委的身分 找桃園地檢署的檢察長來問 問對於陪審參審的意見 我都覺得很荒謬啊 他當法務部部長的時候 在全國思考會議裡面 法務部提出來的書面意見 他對外講永遠都是尊重司法院啊 所以他當法務部部長沒意見 卸任變成國安諮詢委員的時候 突然變成什麼 突然變成要找檢察長來問這件事情 我基本上覺得啦 這根本是藉口 這根本是說謊 但是我要論證這件事情 那我就要調查嘛 所以我真的去調查啦 我調查了以後 我就請法務部發函全國地檢署的檢察長 請問有哪些人被國安諮詢委員邱泰山約詢過問陪審參審的意見 結果你們法務部回覆給我說 啊這個喔 試射檢查行政事務啦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去回應 我只是要你問各個地檢署的檢察長啊 為何沒有辦法回應 我請法務部的來說明 結果部長親自來說明 很有誠意 他怪什麼 他怪說我的問題很抽象 不具體 他們沒有辦法轉這個文 幫忙問 市長 部長講的是實話嗎 因為這個 部長講的這個部分 一個情境啊 這個喔 這就有不敢評斷 我直接喔 就跟你講 你回去跟部長講 我也在這邊公開講 他來找我 我對他有信任 他要空間 我給他空間 他要時間 我給他時間 但是當他 當著我的面說謊 破壞這個信任的時候 讓人沒辦法接受 我為什麼敢在這邊說 要說謊 破壞那個信任 來看 我要來什麼 你們法務部 做障礙嘛 不願意轉嘛 不願意轉 各個地檢署的檢察長 問一輪嘛 說有哪些人 被邱泰山約詢過 我自己發 結果人家回航跟我講什麼 說 委員你問個問題喔 我們4月8號 已經承報給法務部耶 都跟法務部講了耶 結果呢 你們4月8號收報回覆 你們4月10號 你們部長敢當著我的面說謊 說這個喊沒有辦法轉啊 這個問題太抽象 沒辦法回答啊 人家4月8號就回覆你們耶 4月10號當著我的面騙我 說沒有辦法轉 可以這樣嗎 法務部長可以這樣嗎 4月8號耶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台中彰化地檢 全部回文給我啊 說委員很奇怪 你為什麼問第二次 之前你要問的 我們法務部4月8號的時候 就告訴法務部啦 結果你們法務部長 4月10號當著我的面 說文沒有辦法轉 問題太抽象 沒辦法回答 扯什麼謊啊 請次長回去告訴部長 這件事情他要給我一個交代 那很奇怪喔 那彭坤夜市對參審陪審 有什麼特殊的技能啊 只問他一個人喔 現在回航給我的都說沒有啊 前國安諮詢委員邱泰山 從來沒有我們找過 我們問過這個問題啊 荒謬自己 來接下來請高潔術檢察長 你們的調查報告喔 說 陳情人是邱泰山 那我就聽不懂啦 邱泰山說他只是轉隻陳情啊 你們為何認定陳情人是邱泰山 邱泰山說他背後的陳情人 你們為什麼不問 還是為了知道不願意公布出來 誰跟邱泰山陳情的 這個調查小指示有問 但是他說不方便講 不方便講那很奇怪啊 我們在任何事實的救命上 人事實地物 這是基本的吧 這個不需要動用到檢察官 不用動用到調查局喔 任何有基本事實認定精神的人 第一個問就是人事實地物 他說他不方便講 那又很奇怪啦 邱泰山發聲明 不是跟台灣社會說 我坦坦蕩蕩 我願意公開對質 怎麼你們問他是陳情人 他說他不方便講 你們問了幾次 還是問一次 然後前法務部長說 這我不方便講 結果負責調查的檢察官 就說好啦好啦 啊你不方便講算了 問了幾次 問一次 他說他不方便講 那邱泰山很奇怪啊 不是說自己很坦蕩 願意公開對質 怎麼連陳情人士誰都不願意講 來第二個 他說有陳情書啊 在他通信軟體裡面寄給彭坤葉啦 陳情書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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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調查品質啊 我覺得很奇怪啊 來請檢察長回覆 請問陳情書在哪裡 是邱泰山公然欺騙台灣社會 還是真的有一個陳情書 但是陳情人呢 這個常敬人呢 太大尾 不敢交出來 陳情書在哪裡 因為我們有問過 因為我們有問過 這個彭坤葉啊 那你們問邱泰山 這個 這個筆路我沒有很很很很 那很奇怪啊 這麼基本的事實調查 我們高檢署的檢察官都很優秀啊 怎麼會連陳情書在哪裡 這麼基本的問題都不問 因為 這個彭那時候 對不起我現在在講的是邱泰山啊 邱泰山不是被你們約詢過嗎 我們講的時候是 這個 他說是沒有 對啊奇怪了 那你們顯然目前就這件事情的調查 有調查不進 的問題啊 檢察長我有說錯嗎 你調查根本沒詳細啊 檢察長我有說錯嗎 如果照委員這樣說的話 這部分因為我們當時呢 是直接問這個誰跟這個彭坤的講 我們著重就在這邊 不是啊 現在最基本的事實陳情人是誰陳情書在哪裡 很難想像耶 我們這麼有經驗 辦案經驗這麼豐富這麼優秀的高檢署檢察官 連這個基本事實都不問 這個委員 這個委員 那個我們有 有那個問的時候呢 彭坤燕他打的時候 他 對嘛 現在就是彭坤燕跟邱泰山的證實鬥不起來嘛 是口頭陳情 是這麼講 對啊 但是問題是邱泰山說他有陳情書啊 你們為什麼不問邱泰山 那因為那個發言的時間已經超過 但是我們已經結案之後 我們那個 這個 奇怪了 你們可以這樣草草結案喔 你們在就你們調查的能夠跟委員 可以這樣草草結案喔 再去跟他說明 可以這樣草草結案喔 好就是 整書回覆 今天下班以前書面回覆可以嗎 可以嗎 我剛剛問的問題啊 你為何不再問他 為何草草結案啊 陳情人是誰啊 陳情書在哪裡啊 邱泰山不是說他很坦蕩 要出來公開對職 好就請那個高檢署那個舊荒原 下班以前回覆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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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委員 我們這個案呢 算你結案 奇怪了 調查沒有 環境 結果我自己說調查終結 檢查長 你作為一個高檢署的檢查長 這種事實調查的品質 然後跟全國人民說 我們已經結案了 會不會太丟臉啊 丟高檢署的臉啊 這個委員啊 我補充說明 因為我們問他 問胡佛類的時候 他是說 口頭陳情 對啊 邱泰山就不是這樣講的啊 陳情書 陳情書 還有一些資料說 是以後我們結案報法部 才說有這個 奇怪 你現在繼續開調查有困難嗎 這樣草草結束喔 這保護後面的陳情人喔 秋元他不是我們黃部的人 我們不會去 不會啊 你們光明正大在約詢他啊 他不來到他自己講嘛 黃委員 請你尊重我們 本委員會主席的職權好不好 我們現在這個職權時間就結束了 因為我們這個案已經結束了 而且他不是我們 對嘛 我就講錯了一句就好啦 當高檢署 連基本事實都搞不清楚 跟台灣社會講 這個案已經結束了 嚇死人啦 高高結束的臉啊 巴屁誰啊 好 謝謝黃委員 我們現在休息 我們現在休息